不管路有多長 黑暗是貪圖 烈灰的燒窩 都要去接受 永遠不回頭 葉馬 劉姐 你電話裡面說小力喝醉了 跟著黃昭志回家 我們沒有申請搜索票 而且學姐也沒有反抗 跟著黃昭志回家 我們實在沒有任何理由 進入盤查 什麼 先開門鈴了 劉姐 黃昭志不知道學姐是警察 劉姐 學姐如果跟黃昭志 是男女朋友的話 你這樣進去不是打擾他們嗎 那如果黃昭志 跟他哥一樣是罪犯 那怎麼辦 一彎 我知道你替小力著想 但是今天要保護一個人 要當機立斷 不能有萬一的 這個時候會是誰啊 難不成是劉光誠的人 你們找誰啊 我是第一線處檢察官 劉雲雯 請問你是黃昭志嗎 我是 黃先生 我們前進有些事情 想請教你 我知道方不方便 進去聊聊 不會難顧太多時間的 來 請進 謝謝 請坐 想換點什麼 不用客氣了 這個時間來拜訪你 主要是想瞭解 有關你你做的事情 我爸都已經走這麼久了 你們現在才來 要聽他平反 不會省晚 家裡面的人 都沒有打算 繼續幫他上訴嗎 我想這件不重要 反正在牢裡 已經自殺了 黃建真 不好意思 讓你想到不愉快就過去了 請問一下 你現在從事什麼工作 訓練設計 還有幫人拍婚紗 方便看下你的作品嗎 行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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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不能參觀一下 你家裡面的一些狀況 警察官 我與你們接來 只剩餘你父親的事情 不只是你父親 跟你們全家都有關係 當然 我今天沒有搜索票 你是有權利 不會讓我看你家裡來 可以 但是要麻煩你們 我女朋友要睡照 摔小生意 好 當然 這邊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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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小營 老是 你女朋友做什麼工作 她在護身所創辦 社會單位 老實說我不太清楚 因為我們剛剛照我沒多久 好 好,請坐 這個房子只有你一個人住嗎 一個人住比較自在啊 是啊 那家裡面還有其他人嗎 兄弟姐妹之類的 怎麼了 其實我有一個雙胞胎哥哥 在李信宏 金財官 怎麼了嗎 沒事 那你們兄弟之間感情好嗎 我們兄弟倆想法不太一樣啊 雖然別人常說 雙胞胎比較有默契 甚至有心電感應 但是我跟他就是格格不入 什麼意思啊 他為了查清楚我爸當你的真相 他會用一些比較 極端的手法 那你呢 你不會想了解嗎 我當然想了解啊 但是方法有很多種 我認為最不可取的 就是用違法的方法 你不會想了解嗎 黃先生 其實我知道黎信宏是你哥哥 我也知道他被關了 不過被關之後 你有去看過他嗎 我哥很氣我不幫他 所以他並不希望去看他 照理來說 遇上這樣的事情 我們不是應該更珍惜 彼此的感情嗎 那也對我哥改變他的個性了 他已經有點反社會了 我知道他這次請假了三天 你沒有碰頭嗎 有 他有來找我 並且拜託我做一件事情 他跟你說了什麼 昨天清晨兩點多的時候 他有來找我 你說是用裡面被殺他男的 是你朋友 哥 你不只剩半年就可以出來 你幹嘛欠他命啊 我也不想要這樣子啊 所以最近啊 我在調查 到底誰是誰手 你又不是警察 你憑什麼調查 喂 你可別忘了 當年就是你私自調查 親亂的網站 你才被關的不是嗎 說夠了沒啊 我是你哥 該怎麼做不用你教我 你聽好 明天中午兩點 打電給江長楓來約碰面 他會把爸爸把的資料 拿給我們 江長楓 他怎麼無緣故給我們資料 這裡你就不需要管了 就是我的電話 借帶給他 我跟江長楓見面的時候 他就給了一堆白紙 對 李信宏是怎麼逼迫江長楓 給他資料的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過我會叫他去拿 我就去拿 因為我認為 拿個資料應該不算違法 要不然我會幫他的 黃先生 你知道江長楓法官 已經被擠壓了嗎 為什麼 偵查不公開 我不能跟你透露什麼 所以你確實中午的時候 有跟江長楓碰過面 是,沒錯 警察官 你們來就是我釐清這個 是啊 那我知道的 全部告訴你們 黃先生,謝謝 你今天很配合 到 喂 好 大學姐,你都在那裡 會不會有危險啊 感覺這個黃昭智應該是個正人君子 不然我們一開始按門鈴的時候 他大可以不要開門 但是他有可能鑽給我們看啊 就算他不管什麼好心 剛剛我們進去做這些動作 他也知道 我在查他全家 他不敢對小莉怎麼樣呢 畢華,這樣子吧 如果真的擔心 有什麼萬一的話 你留在這邊繼續觀察 如果有任何異狀 不要猶豫 馬上進去保護小莉 還有,順便看看黃昭智這段時間 有沒有外出 我知道 小莉醒來之後 馬上聯絡我 明年早上十點 在監獄碰頭 是 謝謝,我先回去 你們兩個也先回去吧 是 閃電組的檢察官看到你 還假裝不認識 看起來 你們都已經套好了 真厲害 真會演 我還以為 你是真心喜歡招致的 奇怪 潘芳芳怎麼會跑到荒郊野外呢 如果劉姓夫妻 是她的親生父母 她為什麼要殺害他們 宜萱跟羅欣彤相約的地點 剛好就在潘芳芳的附近 會有這麼巧的事情 每個殺手都是孤兒 從哪裡來的都不知道 組織利用各種方法 篡改身分 將這些人訓練成女殺手 這些小孩沒有身分 沒有姓名 訓練期間只有所謂的編號 從A到0 通過的測驗 才會給他們一個新的身分 如果代號從A到Z 不就有二、三十個殺手 那麼X記號 是不是代表X殺手 這不是一場遊戲 而是血淋淋的女殺手生存在的 若是體能反應不合格者 隔天就會消失 唯有那個活下來的 才是真正合格的殺手 編排 Marlagrit 十歲 被鈴養到美國去生活 养父谢袁哲 养母肖婉婷 的确是伯父跟伯母 居住地移民了 怎么会没有写移民到哪里 罗兴桐也是孤儿 怎么会 大同欲又怨 罗兴桐一直都在这边长大 应该跟杀手集团没关系才对 刘检察官 兴桐一直都是从小我们看着长大的 他跟其他的小朋友都相处得很好 被欺负时总是往肚里吞 平时就爱看书写故事 难怪他的书卖得这么好 人家从小就对写作 只能兴趣 是啊 虽然他现在也很出名 但是一有空 他就会过来陪小朋友 读书写字的 看来罗大作家很早就开席 想要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了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既然他是孤儿 为什么他姓罗啊 我们院里对于亲人不祥的孩童 都跟着院长姓罗 现在看到他有这么好的成就 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可惜院长已经过世了 好 抱歉 我不知道院长您过世了 那现在育幼院 你有没有接受长期的赞助者呢 不一定 有时候一下子很多 有时候一下子没什么人 大多都是无名事居多 您问这个要做什么 想多了解一下 看能不能给这些孩子 多一点的帮助啊 检察官 您真热心啊 好 客气啊 在这边要照顾这些小朋友 去证明办公室 这个是潘芳芳的资料 联络一下 他在美国的父母亲 还有 顺便把他在美国的资料 传回来给我 是 刘姐 这需要一点时间 没关系 还有去社会局问一下 大同育幼院 从开始到现在 他的资金流向 包括赞助者是谁 如果有捐赠收据的时候跟联 那会更好 好 刘姐 你是想要厘清什么吗 我想要知道 到底是谁 长期赞助家育幼院的 对了 还帮帮DNA报告出来了没有 监视组说中午就可以去哪了 好 这两个事情办完之后 马上跟我联络 我去下监狱 是 这样 立哥 之前那个敏国华 又有捐助育幼院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 先不要想那么多 快去找就对了 走 这里是哪里 这里到底是哪里啊 主持 你醒了 这里是 是我家啊 昨天你喝醉本想送你回去的 结果你说 那到我家了 我早把你带来 你家 我也太敢了吧 那我昨天是不是很失态啊 还好咯 房间就喝醉嘛 夜店你也在那边啊 是啊 我跟客户原来面谈事情啊 对了 现在早上八点多了 我怕你上班会迟到 你要不要先打个电话 跟护震的宿主说一声 八点多啊 你再看这个啊 你那边是怎么了 那是我 没有啦 我小时候起草 还是要不行跌倒受伤的 你不喜欢人家碰那个吧吗 如果你想要泡可以啊 这个八也太大了吧 当时是怎么跌倒 小时候的事情谁还记得呢 反正就是跌倒受伤嘛 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要先去上班 那我就不送你了 我到要工作 这样吧 下班之后我们要联络 好 一碗小心 这个方小丽 倒是有一种特质 会让人想说实话 学姐 一碗 一碗 昨天你有看到旧局抱我掉下来了 是啊 刘一碗很担心你 他昨天进入黄照之家中 看你有没有事 什么 你说刘一碗有进去黄照之家 那他不是看到我睡觉的样子了 我也看到了 你睡得很甜 我的天啊 他不是很丢脸吗 罗一碗 还敢笑啊 那刘一碗问什么 就是说他承认他有个哥哥 叫李信红 什么 我问过他 为什么要骗我啊 他说他那是不堪的回忆 他不想提 大概也因为在乎你吧 他不想让你知道 他有个因为斐迪案自杀的爸爸 另外 早上十天要去外衣间 有检要跟李信红见面 那还来得及啊 学姐 干嘛 没事 什么啦 要讲又不讲的 赶快走啊 如果不约银行 我还不知道你的案子 你的经过呢 你难道都可以过了 我上了公司 已经没问题了 好 就按照你说的 等资料通过 我介绍银行经理念的认识 如果贷款顺利 你会履行承诺吧 那当然 好 所有的资料 都在这儿 好 我会去确认 没有问题 我就交给银行经理 麻烦你呢 对了 这件事情很紧急 如果你好了 麻烦你跟我说一下 会 我会尽快处理 对了 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字在里面有写啊 我会尽快 請進 你好 胡光等師,有事嗎 現在那個銀行的電腦 掃塗程式正在更新 如果你要開啟檔案 可能要先更新 好,我知道了 謝謝 快點把這個人處理掉 待會兒再更新 就算你是最新的掃毒軟體 也是找不到折惹病毒的 范俊銘 我看他們的報表 還滿穩定的啊 這樣的門檻 不管在哪一家銀行 都可以在床吧 怎麼沒反應 請檢查硬表記 你往後連線 賓機跟網路連線 並懶疑 我 eté 已经可以进入银行系统了 李静红 所以你有跟黄昭治聊过黄山的事情 很久以前的事情 他总是认为我的手段太过激烈 但我也认为他不愿意帮我 我们没什么交集 所以没什么来往 这么说来 你们兄弟有一起生活过了 大概八岁以前我们还住一起 不过自从我爸死后 我们便分开住了 你要回监狱的那一天 最后你待在什么地方 我去找我弟 叫他去跟江长风买东西 什么东西 有关我爸的资料 所以你又潜入江长风的家里面 威胁郭达 对吧 而且 把江长风收回的资料 传出去的人 也是你了 没有错 我适合威胁他 如果他愿意 把我爸的资料给我的话 那么他犯法的事情 我便不会传出去 但是他给你第一堆白衣纸 所以你就把他所有的犯罪资料 传给了检察官 还有法官 那倒也不是 不管他要不要给我资料 我早就设定好了 下午两点 我便会把他资料给传出去 好 洪昭智呢 洪昭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就是单纯 就跟江长风拿东西而已 对了 你刚说江长风给他一堆白纸 那也是他最有赢得 立信红 你们两个是双胞胎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分辨你们两个的 小的时候为了好分辨 我会穿不同的衣服 就算两个人再怎么相同 应该也还是会有些微的差异 黎信红 麻烦你把右边袖子卷起来 让我扛你的手臂 哥是怎么了 干嘛给他看到什么疤 好 可以了 小李 刚刚怎么会想要看黎信红的手臂 因为黄昭智的右手臂有一道很大的疤痕 是他小时候受的伤 学姐 你怎么知道的 我早上看到的 我有问George 他说是小时候骑着他车跌倒受伤的 好 先把他们兄弟两个的特征给健康起来吧 是 来 学姐 有姐 他们方方的资料我查好了 他的父母还健在 他办理美国绿考的时间点 跟离开育育育育的时间点是一样的 所以由此可以证明 他从小就在国外过求学的生活 那他就学的记录还社交中控 表现良好 没有不良记录 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他居然没有使用社群网站 这一点我问过他的亲友 他们表示不了解 有姐 在美国过求学生活 没有使用社群网站 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 这就有点不合乎常理 我在找时间跟外面面聊一下好了 对 有姐 一月一月开立的收据存更连资料 过于庞大 目前已经请同仁在统计了 晚点再跟你报告 有姐 有姐 DNA的比对结果已经出来了 X杀手的孔印跟杯子上的印记 是同一个牌子 另外刘佳的杯子 跟潘芳芳的拖曳比对结果完全符合 杀手肯定就是他 小文 申请抽索票 不要 我要搜索外面面夹 小文 小文 小姐 你说主任把搜索票拿走 不清楚 好像是不让你去搜索的样子 为什么 我想放长线钓大鱼 把他们整个组织挖出来 所以 所有害X杀手有关的案子 全部交给民生处理 主任 这个X杀手已经杀害了李信红两个朋友 甚至他的亲生父母 如果不马上逮捕 让他在外面继续犯案 杀人 会有更多无辜的人受害的 关于这一点 医生会处理 你专心 侦办李信红的案子 查清楚 他到底在找黄山的什么资料 主任 你 你的意思是 不让我参与X杀手这个案子 为什么 刘剑 主任其实不是不让你参与 主任是请我把证据授集齐全之后 我们再分工处理 不 我跟主任在一起办案这么久了 除了我母亲的案子 他还有回避之外 其他每一个案件 我都有参与 除非 这个案子跟我有关 有关 你虽然证明了 女杀手是判芳芳 不过你知道 是谁提供给她 硬化剂、自白剂的吗 这种药物 不是随便买得到的 一定是有人提供给她的 还有 你知道女杀手的童谋有多少人 总不能 为了要逮捕潘芳芳 就把这条线给断了 主任 你的意思是说 你知道童谋是谁 实际还没成熟 暂时不能告诉你 好 看来主任已经做好决定了 我会把手上的资料 让晓雯交给罗简的 还有 谢一圈那本笔记本 也一并移交给罗简 原来 是因为谢一圈 我 你 我是你 又想到你 过来 了 你 到我 去 希望你能夠諒解 上回 雲生在跟見謝宜萱的時候 因為你出現 導致他停止偵查 這次 我不希望再有任何的疑問 主任 我知道怎麼辦了 不過能不能讓我跟宜萱聊一下 如果他真的跟殺手組織有關的話 我想我來說服他 協助我們閃電主 千萬不要打草盡視 我們只想證明他的身分 而且這次 你一生會讓黃德龍回來接受徵選 為了幫你解決室 這個案子你真的不能參與 好 我明白 主任的決定是對的 主任我出去找找 主任 劉璇他絕對會公平公正 他不會因為謝宜萱已經完了 不要再說了 我已經決定了 主任 我可不可以跟劉璇聊不下 你去哪兒 不要私下調查謝宜萱 否則對方會有所防備 那我們就失去先機了 是 主任 可是我名稱裡搜索票了 不去找潘芳芳的話那... 還是要執行 不過 不一定要搜索 沒想到他不只是我 連主任都懷疑宜萱有涉案 主任應該成立專案小組了吧 所以 有找到謝宜萱 他的犯罪屬性 目前沒有 既然沒有 那為什麼把他打動嫌疑調查 柯健 柯董 如果不方便回答的話 不要勉強了 了解 你對謝宜萱 到底了解了多少 這是你第二次問我 沒錯 我記得第一次是在教堂 而當時我選擇相信你 所以你再問我一次 是要證明我是錯的 你在跟蹤潘芳芳的時候 我再訪訪劉光誠 而劉光誠的委任率就是 謝宜萱啊 你跟蹤潘芳多久 而謝宜萱又是多久之後找到你 我派了袁瑾跟蹤謝宜萱 她下車之後把員警甩掉進入殘局 看似濃濃的謝宜萱 人在員警的監控之下消失 所以你還認為 謝宜萱是個普通的女士嗎 而且她在上計程車之後 馬上知道你的所在地 她如果沒有同伙 她怎麼可能知道這 難怪 那個時候我在山區 看到謝宜萱 跟你們說的時候 你們才會那麼驚訝 你跟蹤潘芳芳 只有你認定 潘芳芳就是殺了父母的兇險 而謝宜萱知道你跟蹤潘芳 她怕你危險 所以她出門地感到 如果我的假設都是對的 那麼只亂把你排除在外 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因為在世界上只有你 可以讓謝宜萱都是破綻 所以之後我們會需要你 和你為了 喂 嘉儀 羅姐 我現在在謝梨山上 謝宜萱在案拜拜 妙裡拜拜 這很不尋常耶 罗姐 他往算命摊地方去了 算命摊 跟紧他 有什么消息马上回报给我 是 是谢一轩 奇怪 他刚刚养父母姓祖 怎么会回去办法回算命呢 是哪间庙 罗姐 我刚刚说 我们之后会需要你 那不是现在 我找不到黄董事长 你通知他一下 请他跟我联络 你被人跟踪了 你都不知道吗 我不是已经甩掉一组人了吗 难道有好几组的人 同时跟监我 背回头 把手伸出来 别忘了给钱了 到底谁会来接这个任务呢 到底谁会来接这个任务呢 小心吃油 这个人有在台湾吗 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没有见过这个人 不过我有听过 他在组织里面负责研发一些药物 据说预言 也是他找了很多化工博士 去研发的 为什么黄德荣会派人来通知我 要小心他 据我所知 他好像跟黄德荣不合 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了 你在想什么啊 你在想什么啊 我是在想 冯兴身上有那么多的 硬化剂跟自白剂 你觉得是谁提供给他 不可能 没有人敢违背黄德荣 你不就不受黄德荣控制吗 难道就没有人像你一样 这么说也不无可能 冯兴一直想要成为头号杀手 如果我一直活着 他就永远没有机会 目前在组织里面 能够跟黄德荣抗衡的 就只有赤友 你的意思是说 冯兴已经投靠了赤友 我对赤友完全没有概念 所以我根本没办法分析 你觉得 赤友有没有可能 一直知道我们想要拿到 那本笔记本 说来说去 你担心的还是你那个薄情郎 看来你对他真是一往情深 到现在还是放不下他 我是担心拿不到那本笔记本 你是担心他拥有那本笔记本之后 会招来杀身之祸吧 谢谢萱萱 我们当初谈好的条件 是要知道自己的身世 否则我根本不需要跟你结盟啊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以你的武力 是没有办法跟组织对抗他 你根本不是杀手集团的对手 我是那个唯一可以保护你的人 不要为了刘宇文 让自己陷入危机 甚至断送了性命 另外我可以告诉你 刘宇文已经到了育幼院 去调查我的身份了 所以我动作要快 必须在他查到我是张亚廷之前 我就要拿到那本笔记本 好调查到我真实的身份 我并不是杀手 什么太好 我并不是杀手 什么太好 看中了 我很看 你把这个人的漂亮 撮到他 叫 戴俩 带俄 小 你得真好 不是 主任 我们打电话到美国潘芳芳的家 家里没人接 要不要请国际行李帮忙 另外刘潜要我们统信 罗兴彤从小长大的育幼院 一些财务捐款内容 根据我们的调查 大笔金额都是无名事 而且这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 把罗兴彤育幼院 所小的病单整理出来 交给罗兴 是 另外请监制组分析一下 自白系印花系长被买的 罗兴 罗兴 终于药婷 你们跟肩潘芳芳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 毕竟他是杀手 对了 刘简有没有请你们 调约潘芳芳的同龄 罗兴主任 有 我们会把资料 一并交给罗兴 主任 要是刘简要我们去调查 其他资料 我们应该怎么办 照他的吩咐去做 另外 也备份一份给罗兴 是 报告 连警官 彭宇来了 主任在这里 是 是 主任 罗兴 坐 彭宇 有关江长峰一案 你交代得很清楚 但缺乏实际的证据 你们确实会碰面时间跟地点 还要交代你整个任务 还有你们对家关系又是如何 主任 罗兴 对不起 都怪我因为江湖道义 当时没办法说实话 害得两个女子无辜死亡 所以说 江湖道义要用对地方 用错就害死人了 是 我知道 其实今天对话内容 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但以下对话内容 你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协助我们检查 是有关于潘芳芳的事 既然你答应了 我必须告诉你 你是私下调查跟我们门官 第二 为了你安全着想 你不需要跟踪 我们警方又派人监视 第三 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将我们今天说的内容 告诉潘芳芳 那么将来 我会把你当成他的共犯 起诉你们 如果他潜逃 那这个杀人的案子 就跟你有关系了 你放心 既然答应你了 我就不会说出去 连我们家董事长也不会知道 董事长不知道潘芳芳的背景 那潘芳芳现在住在家里 董事长不是很危险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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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把荒德董帐战户清空的程式 就在这 好 同样的招式第二次就不管用了 乙赛 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合伙人这么粗暴 你可千万别乱按 你又不知道账号密码的 万一要是按错了 整台电脑可是编号密码 到时候我们努力可就白费了 刘董事长 要是我没准备好 我怎么敢来找你呢 是吗 光看你甩开那些警察到招待所来 就知道你很有本事 你们也很不简单 你们居然趁我不在的时候 潜入我家装针口设影 你们到底是谁 跟杀死猎鹰 雅琴的集团又有什么关系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太多 说得也是 反正我问了你们也不愿意老实回答 我问你们放心 我早晚会查清你们理性的 这点我倒很有自信了 年轻人有自信固然好 但是自信如果过了头是会惹麻烦 说实在的 我如果不能完全掌握你 还会找你来吗 你终于打算露出真面目了 我看你演好人 演得挺像的 不是 是不是好人 是不是你的贵人 到时候你都知道了 到时候你都知道了 一三 这是你要的资料 不过 眼前就只有这些资料 我会请他们继续调查 到时候会给你更完整的资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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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黄珊涉嫌与匪通怜 泄露国家机密 使国家陷入国防安危 黄嫌犯后毫无回忆 处于二十年徒刑 使得公权二十年 且需加强爱国教育 这份判决书 被国家列入最高机密 尤其在你父亲死后 就以极机密处理 这上面的法官 的确张长风没错 不过是来源 你可以拿去法院比对 他们的官方 要造假 我就不需要找你合作 不过 机缘已经急机密处理了 你怎么拿得到 这是我从前苏联KGP拿到的 这个组织 已经随着苏联解体解散了 所以就算你想要进入他们的系统 也无仇进 这因为我爸打了指头的电话 就认定我爸是肥爹 这证据太薄弱了吧 是啊 我也替你爸教区替他不平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继续帮你查的 这点你不必急 这么多年你都等了 不差这点时间吧 账号是你的英文名字 密码则是你的身世 但是虽然我认为这一定是假的 还是 我把密码改成你的三维呢 依赛 你该检讨咯 怎么才三两下 就被李信红给摸清底细了 你别生气嘛 不然这样子 安德给你看 不敢啊 那就看我表演喽 那就看我表演喽 看我表演喽 只看我敬喽 且坐 依赞 以后就用这个手机联络 看我这手机应该不一定设定好了 可以锁定位子对吧 這支手機是乾淨的 所以檢警那邊查不到 那支手機用誰名字申請的 如果警方問起 何時能回答 是用你弟弟的名字 向美國申請的 早跟你說過了 都要親得到我令啊 也只有把大家綁在一起 才能肝膽相照 怎麼講 林信宏這個人也好家喻的 有本事的人則是有些怪脾氣 就像馮馨一樣 不過法院已經發出搜索票 要搜查完美媒家 你也通知他要特別注意 媽 我怎麼不叫住院士 我在法院 不只演個江長楓一個人啊 那葉外叫馮馨 會先回門過來嗎 來不及啊 檢方已經鎖定他了 檢警是怎麼鎖定他的 我早就叫他做事要低調一點 他就非得要做個X殺手 我叫他快點把劉宇文身上 那本筆記本拿回來 我想知道黃德龍培訓的殺手中 是不是有我不知道的人 還是我們一定要派人 去尋找那本筆記本嗎 不必啊 明天早上你開車來接我 到郭東梅家附近 我再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線索 董事長 不叫司機 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對了 一三 你那部車也該換一換了吧 董事長 低調一點 普通的車比較不會引起注意 是 啊 我快點把黄德龍的羹裡挖出來 我睡不安理呢 老男生 ésus 雨 如果你被他生得很痛 请感谢他好心折磨 如果你对他 好 往前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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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来 走出来 你一直这么用力的话 你会没有停满 你把手 今天把手 上面就好了 好了 我们爸妈 我睡吧 好怕 我从小婆妈就怕我骑马 来 我起来 一圈 请感谢这美丽等候 就愿意打过上风吧 不用了 不过你还在为爱 不然先冲洗一下 我就把你包扎 不用洗了啦 直接把手 起飞 快 要走往北高 去找路口 我们才懂爱是什么 你不专心骑一直看着我干什么 小心跌倒 小心跌倒 大家不滚啊 小姐 如文 你看吧 骑车不专心 你受伤了吧 他真的跟犯罪组织 有关吗 要不要去医院 打个破伤口 不要这么严重啊 而且你今天来找我 应该不只是要骑驾车 是 就算我有事情要拜托你 那我们也可以到医院的时候 跟走一趟 还记不记得这里 这里是你第一次 学会骑脚航车的地方 那个时候啊 你也受了伤了 比我还妞 就是不去医院 今天只要在那一天 把脚航车学会成型 所以你现在是要学我 你今天来找我 是为了笔记本吗 是 因为那天你跟欣彤说 可以按照程序 在法律的申请 但是你却向法律拒绝 为什么会这么做 你怎么说 我知道啊 但是陈玉珍的案子 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你要我等多久 戴轩 如果这本笔记本 真的能够帮你找到亲身附和 那是不是就表示 你跟翻遍籍还有关 那如果翻遍整本笔记本 里面都没有我的亲人 是不是就可以证明我的机会 我知道你在懷疑我 但是我无所畏惧 你很了解我 我是一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 走吧 去换车 然后你请我吃饭 今天你找我出来的 还要我请你吃饭 就当报答我帮你 请你上口啊 散了 这么爱计较 那我请你了 云文 那本笔记本 好 我会再请坐 好 我吓到 不好意思啊 怎么会让你送我回家 不請我上去喝杯咖啡 怎麼了 不方便 還是你怕陳文君會誤會 不是啦 想到哪裡去了 我不確定我家裡面 還有沒有咖啡 那喝茶也可以啊 再不行 喝水也行 好 走吧 你這樣怎麼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總盈 我家裡面被人家闖入 待見日主馬上過來一趟 快 應該不是髒小偷 否則車上的電腦 怎麼會沒有馬子 對 ласти см 主人 我看這個侵入者不是來偷東西的 要不然我電腦怎麼可能還在這兒 我想這小偷應該覺得這屋子 有比這筆電更值錢的東西 所以不削頭髮 難道怡萱知道 有人要闖入我家裡 所以他伴著我一下午 劉雲雲 你的眼神告訴我 你家裡被闖入是跟我有關的 雲雲 我要讓總益請這邊下區的員警 加強這邊的治安 請 劉姐 這次數位這次已經報告完成了 劉姐 你要不要進去你的房間看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東西損失的 謝理事 這麼巧和你有沒有在一起 劉姐 我在跟劉姐研究 要申請調約那本筆記本 不好意思 我們正在深入調查 分音集團的案子 那本筆記本 暫時不能讓你申請調約 劉姐已經告訴我了 好 果然是為了筆記本來找雲雲的 總要點 收證完畢就收對了 是 謝理事 那就陪陪雲雲吧 有什麼事請他打給我 算 inglés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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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用 也 Learnaba 在港丫域 在港丫域 他要我轉告你 如果有什麼需要再告訴他 好,謝謝 作詞 李宗盛